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就我突然想到一个事 我今天吃了一个早餐 五个菜全是昏的 一共花了二百三十泰铢 那想不想 其实 有一天前 那些博主 去全世界旅行的 尤其是落后国家旅行的那些 或者是冒险的这些人 这些人都很厉害的 都是这个对吧 常规的玩的东西 大家都玩腻了 所以就去探险 探险家都是很厉害的这些人 然后你探险到一个新的 比如你去落后的国家 那些国家的人 看你一个外来人 跟他们长得不一样 语言不一样 就知道你很牛逼 知道你很有钱 所以我就记得什么 什么侦探雷探长什么的 去别的国家玩嘛 然后蹦蹦车或者什么车 就当地的人就宰他们嘛 就是我们像打奥尔敦法 还一样 就是大多数人都按攻略打的 就有的人就喜欢探索世界 就不看攻略 对对对 自己去发出的 高玩 然后别人就看到一个外来人 他就知道你很牛逼 是外来人 就跟我们看外星人一样 知道外星人肯定牛逼嘛 来我们这来看我们的 所以那些当地的人 看探险家也是 就知道你是个高级玩家 所以打车的时候 要问你多要钱 然后我就记得那探险家如果说 哎呀没钱没钱了 那些当地的小孩就说 你肯定有钱 所以小孩是很聪明的 就是小孩这啥都能看懂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想到一个事 就想到心中 就以前中国不是小时候也很落后嘛 然后慢慢的不是有钱了嘛 然后我就想到 其实这个钱 这玩意儿他妈的就是在家讲故事 凭空就造起来的 就是你如果有一个强大的故事 你就能推动 比如说整个他妈的 这中国这十几亿人口都能动起来 都能让他们干活 并且按照你的思想意志去干活的话 那钱就被凭空造出来了 等于是你用一个钱的这样的信仰 然后用共产主义的这种信仰 然后把十几亿的人都给他洗了 洗了之后 他能按照大家的一个统一步调的 按照一个意志去行动 这样才不就造出来了 本来都是一坨散沙你知道吗 因为你看以前的时候 他这个都很散 你看财富的这种聚集程度 或者财富的信仰都很低 他不像现在区块链 数字货币这样 这种钱的这种汇集的速度 是全世界一秒钟到账的 这种迅速的这种夸张的程度 所以以前的这种信息的交换 财富的交换是很慢的 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现在这个过程 就越来越快 所以造富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的 然后同时这个渗透 就他这种财富的渗透会慢慢的从 你觉得先从这些所谓的发达国家吧 就是美国啊 什么什么欧洲啊 什么什么 就是这些既得利益者 他不让步的地方 比如说像东南亚啊 像像这个像迪拜 像中东啊 像这个像加利比海那边呢 那这些会迅速的就创造一个新的故事 去洗礼所有的新他的国家 然后这个财富就被评工的就造出来了 什么故事 什么故事 这个不能说 反正就是我们靠新的故事 你不知道吧 我咋就想 哎呀故事太多了 因为我们造出了新的故事之后 就凌驾在所有的旧秩序之上的一些故事 然后这些他妈的旧秩序的人 全部都给我们打工了 哎这帮傻逼 因为圣经也是写故事吧 对就是把这些 把这帮逼都给他洗礼了之后 然后他们就全都给我们打工了 就这么一个故事 好了讲完了